南无 进度生无生论 诸位大德比秀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金本 请看第八 感应任运门 况无量受佛 因中数发四十八愿 四取极乐 失受有情 今道国九成 生那久满 故凡百众生 父忧佛不来因 但当生性意念 所所发愿 愿生西方 如此时余真 任运西取 然磁能吸铁 而不能吸铜 真能和磁 而不能和欲 辟忧佛能度有缘 而不能度无缘 众生意感弥陀 而不意感诸佛 岂非身佛 似愿相关 者夫 是以求生进度者 信 行 愿 愿生 缺一不可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是第八门 感应 任运门 前面 也已经讨论过 感是来自于众生 能感之机 信愿成名为能感之机 就能感通 属因 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 就能够因 加持这样的念佛行人 那这个原理就来自于 众生跟佛的体性 是平等不二的 佛在这种同体的心性当中 生起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自然而然的 就会把众生的轮回之苦 给予众生大捏盘的常乐 所以我等众生 跟佛之间的关系 就非常的密切 所以就用拇指的关系 来表达 这是大师至菩萨念佛 原通章所表达的 一礼了 那如果说十方诸佛 连念众生 奴母一子 还是从通范的程度来说的话 那么就净土 念佛法门来说 具体到阿弥陀佛呢 他跟我等众生的关系 就更为亲密 这亲密就是 这个能感和妙因呢 阿弥陀佛这个 因 妙因早已成就 这就涉及到发愿问题了 从无量寿经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在这个世间 往昔无量阿珍起劫前 有一位大国王 闻到四字在王佛 讲经说法呀 就顿然的发了 无上菩提之心了 就弃国娟王行作沙门 号约法证 就国王不做了 出家修道 那这位大比丘 就不同寻常了 他出家发的总愿 就是要建立一个 超圣诸佛的插图 安利十方九法界众生 到极乐世界 去做菩萨 去成佛 所以这就是著名的四十八大愿 四十八大愿的核心 就是建立极乐净土 摄受九法界 有情众生 往生到彼土 往生到彼土 圆成大乘的佛果 所以四十八大愿的核心 都是要摄受一切众生 往生净土的 往生净土的目的是 是要成佛的 成佛的目的是要 广度一切有情众生的 基本上是为了这个核心 去展开的 那无量节以前的 法藏菩萨 现在已经圆满了大愿了 已经成为了阿弥陀佛了 所以叫道国九成 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都说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于今十节 那如果说十节 够得上九成吗 和九满吗 实则 我们从法华经就能了解到一个真相 法华经是开极显本 就是在大通至圣 如来坐下 那都是往昔 成典节又成典节的一圣古佛 大通至圣 奴来出家之前 有十六位王子 听到父王成佛了 也出家了 这就是十六位菩萨沙弥 这十六位菩萨沙弥都成佛了 那这里就有一个因缘惯性 十六位王子 阿弥陀佛是其中的第九位 释迦摩尼佛是其中的第十六位 那从法华经的寿量品来看 释迦摩尼佛也是成典节又成典节 早已成就的一尊古佛 那这一期四线八项成道 不仅仅是三千年前才成佛的一尊佛了 无量节以前就已经成就到佛国的 那既然十六位王子 已经成佛无量无边的结束了 那么第九位王子是不是也可以说 早已成就了佛国呢 那这一期成佛以来 于今十节 也就是这一期的四线而已 从这里要理解 阿弥陀佛成就大乘的佛国 也是无量无边的成典节的结束 早已成就 圣拉九满 圣拉就是红势 红势愿力 那菩萨修行一定要发愿的 发势的 来夭制其心 没有这个四线来约束自己的心 他可能就会转移目标 闪乱 那这个愿更进入发的深重的事 他就能够使他的修行的目标专一 就像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之后 那动今无量节又无量节 极功累得的修行 他就是一个目标 一向专制 专严妙度 一向就是只有成就极乐世界的这张事情 那这个四十八大愿叫红愿 非常宏大的愿 有些叫愿海 也是早已圆满的 那知道了这张法界的一大事因缘之后 那我等众生 反摆众生 就是指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 还是九法界 就不要忧虑阿弥陀佛不会来因了 这种妙因早已成就 现在能不能够成就尽一 主要是看我等众生 有不有这个能感之机 能不能成就这个妙感 由此就劝我等众生 但当你只要建立深信 这就谈信愿行的问题了 这个深信就像 偶尔大师所说的六种信 信自信他 信因信果 那一定事项上相信 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存在 理上也相信 这个极乐世界 也不在我一念心性之外 要相信 相信 深信 他佛 也要深信自己能念的心 也跟阿弥陀佛平等不二 就前面不断谈的 信体 信量 信聚 没有减少一点 解脱已经成就的阿弥陀佛的果德名号 显发我们的佛性 这叫自他坚信 就是深信 意念 这个意就是 意想阿弥陀佛的果上的功德 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就是净土的振行 一向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数数发愿 就是要 一切的深信念佛 都要发愿 发愿就是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愿生西方 那这个愿 如果完整的说 还要发 还向回向 你把 念佛阵形和一切住行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往向回向 同时你都要发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之后 还要回到娑婆世界 来度众生 这叫往 还向 还要回来度众生 这个往向和 还向的 整合 才能成就 大悲心 以大悲心来念佛 就跟阿弥陀佛的名号 容易相应 由于阿弥陀佛的名号 也是 大悲心的 结晶 好 那这个愿呢 就要 发得很恳切 是由于 阿弥陀佛的愿 要摄受 一切众生 往生 极乐世界的 于是我们 顺应做 佛的愿 来发往生 净土的愿 这两个愿 就能够相通 这相通就用比喻 如 此时于真 任运失去 这比喻 阿弥陀佛的 大悲愿力 就像那个 此母时 此时 我等众生的 发愿 就像这根针 针是铁 它的材质是铁 这个 此母时 就是此铁 它就能够 吸这个针 那阿弥陀佛的 大悲愿力 就是巨大的 此地场 只要你是 具有信愿 称明 变成了一根针 这个此地场 就能 任运地 吸取 把你吸过去 取就是 奢取 不再让你 再到 轮回里面去 这个关键就 表说为 奢取不舍 把你念佛的人 紧紧地 奢取 取过来 不舍 不让你再漏到 三界流道去 那这个 奢取不舍呢 都是任运的 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 那个愿力 就是无作妙用 不加造作的 无心的 自然地 就能够把念佛的众生 失去 这就是谈感应道交的问题了 但这里感应的情形 又有错综复杂的格局 就是 阿弥陀佛成就的 大悲愿力 向这个持母石 这持母石 能够吸铁 吸针 但是它不能吸铜 如果一块铜 是铜 铜的产品 这块持铁 对铜 铜不产生作用 这就表明 佛能度有缘众生 但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有缘就是 你信愿称名 求胜尽度 就是有 跟阿弥陀佛有缘了 这个有缘呢 佛就能够把你 摄手过来 但你是一块铜 你没有生性 切愿 也不念佛 对极乐世界 也不好要 也许你这个铜的本质 比铁 好像价值高一点 说明 可能你这个修行 从通途智力来看 可能心更清净一点 福德 智慧更高一点 但是你没有 信愿称名 跟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 不产生关联 所以 佛能不能度众生 众生能不能得度 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有不有缘 那阿弥陀佛深知这个原理 无量级以来 为了度十方无量的众生 跟众生广接种种的法源 所以你看 无量寿经表示 阿弥陀佛因地 种种身份 作国王 大臣 婆罗门 查地利 转能圣王 乃至于比丘 等等身份 他都要行布施 波罗密 给众生广接法源 手掌心里都能留出 各种知身用具 来布施给众生 令众生发阿罗多罗三秒三不得心 所以我等众生 在这个时代 能够信愿称名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够非常感动 甚至泪流满面 都是无量级以来 阿弥陀佛随行九法界 与我等众生 接了圆的因缘 但如果你没有接上圆 你无缘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无动于衷 甚至觉得这个名号有什么稀奇 这个跟苹果香蕉的名号不差不多吗 那就无缘了 无缘了 你就跟这个 阿弥陀佛也很难度了 你不相应了 好 那对于十方众生来说 他从能感知机 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一点 他只要信愿称名 他就容易感通阿弥陀佛 而不大容易感通十方其他的诸佛 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净土 也有无量无边的佛 在那个净土上 但是那些佛呢 没有发临终结隐的愿 没有跟娑婆世界的众生 有深切的缘 所以那个刹土 那些佛的刹土 虽然也清净庄严 但我们想要到那边去不容易 因为他没有来接引 他也没有说大爷可以往生 你一定要修着烦恼 破什么程度 功夫到什么程度 才有资格去 他的资格很高 所以众生跟佛之间的 能否得度 跟这个誓愿 就是愿有直接的关联 比如特别是阿弥陀佛 这个发临终结隐的愿 你要到一个清净庄严的净土去 如果你带着见识或闪乱心 妄想飞飞 你怎么能去得了呢 你没有正念呢 你很难敢跟哪个净土相应呢 那阿弥陀佛临终结隐 他有一个特点 虽然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也念念佛 但是见识祸还很深厚啊 妄想咋念还不断呢 你想真的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一心不乱 努努禅定 心不颠倒 这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做得到的 所以你看这个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 一诸圣众 来助其前 来到这个念佛人的面前 慈悲加幼 另心不乱 所以我们灵命忠实能够正念线前 能够不乱 不颠倒 不是我们的功夫 是阿弥陀佛慈悲加幼 这是玄章大师翻译 称赞经的佛舍寿经 这部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 是来自佛的慈悲加持富幼 令娑婆的众生的心不乱 这样就自在地随佛往生 所以这个 我等众生靠智力很难正念 但是灵命忠实能够正念 是靠佛力 那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心不颠倒了 所以这个 在我们这个世间 靠智力修行 生死贯头 最难得力的 就像永明言说大师 禅尽世调节 那些中门下开悟的人 他都是叫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九戳路 因尽若现前 偏而随他去 十个开悟人 就有九个要耽搁自己 因为见识后没有断 一定有中阴生 中阴生现前 随着涅力最重的 就随涅力而去轮转了 三界是出不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知道 信愿成名 仰仗阿弥陀佛的 慈悲愿力的加持 阿弥陀佛于诸圣中 现前劫隐 放光失授 他就能够自在往生 那这个一定要我们自己发愿 你不发愿 你是感同不了阿弥陀佛过来的 所以这个感应道教 常常会用一句 有两句话 水清则约现 心境则佛 佛来 那 佛本体上来说 并没有来去 那为什么阿弥陀佛 又陷在念佛人的面前呢 这就是 叫感应道教难失忆了 虽然佛本体上不来 但由于有慈悲愿力故 令信愿念佛的众生 在他自心 见到阿弥陀佛来淫 这就叫不来而来 无见而见 水清则约自来 你水清 地下的水清澈 那个月影就会映在水里面 众生心境 阿弥陀佛自然现前 那这里就是因缘和合的关系了 这个月代表阿弥陀佛的愿力 水代表我们的信愿 称名的能感之机 这两者是缺一不可 如果你只有水清 但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发的 已难成就的月 没有那个月亮 你水再清 你也显现不了月影 但是佛现前又离不开 我们现前一念的心 所以这里一定要知道 阿弥陀佛现前如尽中行 如梦中事 如果你执着阿弥陀佛 只是从心里线 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或者执着佛从极乐世界 跑过来 不相信有自心显现 这两者都是不正确的见解 所以这个感应道教难失意 这是法界当中非常奇妙的 一种不可言说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念佛众生 跟阿弥陀佛誓愿相关 的一个原理 由此 今夜行人 你要求生西方净土 这个信愿行三之良 缺一不可 如顶之三竹 那你常常表达 那你常常表达 由信来起愿 由愿来导行 由这个行来 落实你的信愿 使你的信愿得以成就 信愿行三之良具足 一定能够感得阿弥陀佛 现前解引 顺利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感应任愿能够我们表达的意思 好 请看下面 9. 彼此横一门 若人临终时 能不失正念 或见光见花 以受保持身 好 这个进入第九门 第九门主要是谈空间和时间的奇妙的情形 这个笔就是指极乐世界 词就是指苏婆世界 这良土虽然在现象上说 有十万亿佛洒之遥远的距离 有清净和污秘的差异 但是他从体性上来说 是恒一的 就是长恒如一 也就是平等不二 为什么呢 由于极乐净土和苏婆会图都是我们现前一念的新信书呈现的 从新信上来说是就在当初的 是谈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数记立中就有一个记子 这里就谈临终时的境界来表明 两土就在一图 若人临终时 就是如果敬业行人到了临命终时 能不失正念 能够保持信愿形的正念 好 就在那个要神识离铁的 这个僵舍 畏舍的那个时候 见光 见花 见到佛光 见到莲花 这是指他还是活着的时候 在娑婆世界活着的那个灵命中 就见光 见花 以受保持生 他在见光 见花的当下 就已经是极乐世界 其保持八宫得水 诞生的那个时候 用这个来证明 两土就在一起了 这个彼此横一 在无量寿经的下卷 有一个场景 是表明这个问题 就是释迦牟尼佛 向以阿难尊者和弥勒菩萨 为当机的大众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阿弥陀佛的愿力 等等之后 就为了验证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存在 佛就让阿难 向西方鼎礼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阿弥陀佛名号 那阿难尊者 恭敬向西 鼎礼 称念佛号 刚一抬头 就见到 阿弥陀佛现前 阿弥陀佛的宿法界都打开了 都开辟了 那就是余会的四中弟子都能够见到极乐世界的情形 这个见的清晰程度就好像拿着一面镜子见自己的面相一样清楚 同时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也能够见到娑婆世界 那不仅是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是在当初 乃至于天宫 修罗 地狱 也在当初 那实则是始法界很一样 那是佛的 佛光 铸造 就突破了空间的区隔 但是我们的凡夫都是涅滴凡夫嘛 生活在这个空间当中 我们就是三维空间 受这个所约束 所局限 在白法里面 白法民民谈这个一百种法五个类别 其中第四个类别就是心不相应刑法 那这个时间和空间都是以心不相应刑法 它跟什么不相应呢 跟心王 心王的八种 心属五十一种 以及色法 都是不相应的 只是以色心及心属 分为甲地 只是一个甲民 所以这个 空间就是 是以这个有形态 有质量 前后左右甲地 所以就有东南西 摆视为上下的差别 时间是以我们的色心 刹那刹那的运转 来建立年月日的长短差别 但是在自信 本体层面 是没有这些 这些法的 所以你这个 灵命忠实 正念念佛的那个时候 它是 就超越了 时间和空间 好 请看下面的论阅 论阅 往生转云 张康 事实尽 为汉林学士 课大悲咒十万遍 愿生西方 一日尽秦祭 为念佛号 夫为家人 曰 西方进度 只在唐雾西边 阿弥陀佛 坐莲花上 见梁阿弥陀佛 在莲花池金沙地上 礼拜西系 梁酒念佛而化 翁阿弥陀佛 抗之身也 好 这是一 祭颂的宗旨 解释法意 这叫论约 首先是 援引了一个往生的 事例 来说明 来验证这个梁土就横一的这个道理 这个往生传都有这个往生的公案的记载 张康 是石晋 石晋是唐末 五代十一国时候 石就是那个开国的这个皇帝叫石晋唐 他建立的晋国叫石晋 后来叫后晋 这个是五代十一国的最早的一个国家 就从石晋开始 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将近97年的混乱的分裂的格局 石晋唐呢 那是跟后唐打仗的时候 就请辽国发兵 给他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交易 你只要帮着我 以后就把这个燕云十六州割浪给了辽国 那最先中国的北方的土地洞开 跟石晋唐有关系 那石晋唐呢 就把辽国就捧为富皇帝 他成了儿皇帝 用现在话来说 整个就是卖国了 那这个 从历史学家来看 以后的这个宋代受到北方的干扰 都是跟石晋唐有关系 那宋代无论是赵宽颖 赵宽颖 都想把那个燕云十六州给他拿回来 站在这个 就是我们这边来说 那是中国的国土我要拿回来 但是站在辽国以后是契丹 他的角度 他认为这已经是我的国土了 你要拿你就是侵略我了 所以就搞得那整个的北宋南宋 包括这个元代的富贝利 他都是全面侵占 都跟石晋唐这个元旗有关系 张抗呢 他是汉林学士 能做汉林学士 做明是很有学问的人 那是房地旁边的顾问 以及是秘书官 起草重要的任命的 那就是高官了 张抗虽能做高官 但是深信佛法 就每天念大悲咒 这个大悲咒是很神妙的 千手千言 无碍 大悲咒 陀罗尼 那是官世音菩萨 在无量节以前 得到千光王 敬祝佛的授授 这个大悲咒 当下从初地菩萨 就成了八地菩萨 所以无量节以来 官世音菩萨都受持大悲咒 所以在这一次 释迦牟尼佛的一次法会上 为了安乐一些众生 拔一些众生的苦 放神秘光明 神通光明 六种震动 开始宣说这个大悲咒的 那大悲咒的功德 你看得不尽 那是功德不可思议的巨大 那说了很多功德 其中你想 有两个表明 你送大悲咒的人 在一个河里面沐浴 如果有另外众生 得到这个水沾到身上 都可以消 重大的恶业 下一辈子能到 伸到佛的旁边 能够莲花化身 以及这个 宣大悲咒的人 风吹过来 经过他身上的风 再吹到另外人身上 这个人也能够消除 种种的恶业 生到佛的净土去 你看看他 他有这么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 宣大悲咒的人 也是灵命中时 水月莽生 尤其是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 那观世音菩萨 就在极乐世界 所以他愿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任余莽生 所以张抗他就 以宣大悲咒的功德 发愿回向往生净土 这样就到了 晚年六十几岁的时候 就有一点疾病 疾病呢 这时候他要正念了 这时候他就一心念佛号 这确实这也是很有智慧的 灵命中时这个心比较散乱的 你在念大悲咒呢 大悲咒比较多啊 说不准会创句啊 念不完整了 那一句名号 六个字四个字 他容易设心 这时候就唯念佛号 在念佛过程当中 忽然对家的人说 西方净土就在唐物西边 就在他这房间的西边 他见到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 而且看到瘟儿 这个瘟儿是张康的孙子 按记载的 这个瘟儿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那他的孙子说明 也到了西方几岁世界了 刚才讲受大悲咒的功德那么大 那这个张康肯定是 孙子要走的时候 肯定要把大悲咒功德 给孙子回向的 所以他就见到他的孙子瘟儿 也在西方净土连池金沙上 礼拜佛玩耍 说完这句话 他就一心念佛 端坐而化 说了这么一个往生公案 那这里就跟那个 惠土净土都是在我们的心中 心境就显现西方净土 内心污秘 可能就三恶道的境界现前 那这个张康念佛念大悲咒 心清净 所以在他的唐物西边 见阿弥陀佛 这个从道理上来说 是真实不虚的 好 请看下面 门 说一尔者 盖西方极乐世界 乃物心中之一土儿 说婆世界 亦物心中之一土儿 约土而言 有十万亿彼此之意 约心而观 远无远近 但众生自受生以来 唯五因屈局真信 不切心缘 念佛之人果报成熟 将舍献阴去生阴时 净土莲花 复然在前 唯心境界非由 去乃彼此之相 先看这一段 这就对这个往生公案 来做解释了 首先从心性上来看 明了 为什么张抗能见到极乐净土的情形呢 是由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乃是我等众生心中的净土 一心具足实法界 前面讲信具 那当能佛法界 尤其我们念佛指向的西方极乐世界 也在我信具里面 我一念心性也具足这个净土 那一心具足实法界 那说佛世界的绘土 也是我们心性当中 信具的一土 那就是跟你的缘起有关系了 我现前一念的心是用 是清净的缘 是至善的缘 显现的就是极乐净土 我现前一念的心是随染缘 善恶交杂的缘 显现的就是娑婆世界的 这个净会交杂的这个土 那既然净土和会土 都在我现前一念心性本具 那么从这个净土的现象上来说 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彼此的差异 这就是全体的信德 可以随染尽缘 显现实法界的像 那这个一心具足二门 心真诺门 心生灭门 所以这个十万亿刹土的距离 是从心生灭门的这个层面 来描述的 这全性而像 所以有极乐的彼土和娑婆的词土 距离的这个差异 这是从现象的来看 那从心性本体来看呢 色相归性呢 所以凉土就在一处 没有远近距离的区隔 这就是从阿弥陀佛经说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那个处就是约心而观 一处就是一心 如果从极乐世界的心和处 是圆龙的 如果说你从相上来说 你是大爷往生的凡夫 你是见不到身闻阿罗汉的 见不到菩萨的 更见不上阿弥陀佛的 那从心这个立场来看 他就在一处 圆龙在一起 所以能见到身闻菩萨 阿弥陀佛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就是众生的 这个生命心的状态 和你临命忠实的状态 那就有性和相的差异 首先是谈我等凡夫 对于粮土不割的情况 给它割开了 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等众生 自从寿生以来 寿生有缘有尽 从远重来说 无死以来 从尽的来说 这一期分段生死的寿生 寿生在轮回当中 有这个捏抱身 就为五因 这个五因就是受想行使了 身心的状态 这个五因 因是覆盖的意思 也是集聚的意思 集聚就是五因集聚着妄想 一般讲 摄因 我们的身体叫摄因 叫坚固妄想 这个妄想 搞成一种形态体积 很坚固 受因 它是虚明妄想 想因 它是独头意识 是隆通妄想 这个行因 它非常的隐秘 一般人 凡夫都意识不到 如鸡流水 远看还是很田径的 这叫幽影妄想 诗因 就是颠倒微细的金香 所以我们都是 被这个五因的妄想 集聚在那里 就覆盖了我们的妙明真心 本来这个妙明真心是 圆龙无碍的 由于有五因 人就把它 区 区就是区别开了 区就是 隔 隔离 局限了 妙明真心 那我们凡夫来说 这五因当中 特别是 色因区域 我们这一关就过不去 身见我直 认为身体很真实 掏刀天下 谁不爱这个身体 他不知道这个身体 是坚固妄想的产物 当初出生 当初消散了 他 区隔的这个真性 就不能切合心性本源 那在 这个 颜耳逼舌身 五根就被这个色因属 瘴壁 色因瘴壁 本来这个六根是可以互用的 六根亲近 六根互用的 但你被这个色因 趋于一哥 你眼睛只能见到色 耳根只能闻到声音 而且你都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也闻不到他方的声音 那你法华经 那个法师品说 你读诵法华经的人 你以现世的父母属生的肉眼 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而肉耳呢 能听到天上的天人的声音 乃至于地狱众生的声音 但凡夫众生 没有这个六根亲近的功能显现 所以就是 为这个五因 屈局真性 不切心性本源 这个六道凡夫的五因 屈局真谛性 不切性量之源 前面讲 性体 性量 性聚 二称行人 就是阿罗汉 辟之佛的五因 屈局 俗地的性 不切性聚之源 菩萨五因 屈局 中地之性 不切性体之源 他都有浅身广辖的差异了 好 了解这个真相 那就看念佛行人 在正面阐明念佛行人 他在这一期的 念报生 这一期念报生 他有个殊胜的一个修行 就是进行受念佛 所以他的念佛为妙因 往生进度就为妙果 这个进一成熟了 将舍献阴 取身身阴时 这个阴 一般讲有四种 献阴 就是我们还在世的五因 念报生 还有种是死因 就是临命忠实 神是要离开的时候 的死因 第三是中阴 中阴就是你的死后 神是离体 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 投身地方的中间阶段 过渡期 这叫中阴 再就是生因 生因 生因就是你投胎 的时候 好 那这个世因又叫世友了 那念佛行人 舍献阴 就临命忠实 啊 弥留之际 舍这个献阴 去生因 这个去生因 说明他就是不经过中阴生了 在佛经告诉我们 一般的众生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都要经过中阴生的 所以才会有第一 七七四十九天的这个说法 那 极善之人 极恶之人 都不经过中阴生的 直接投胜 那你这个 信任 称名的人 是极善之人 所以他是 舍献阴 去生因 不经过中阴生 好 就在这个时候 西方净土 你 诞生的那朵莲花 忽然 陷在你的 面前 这就表明 生则决定生了 感应到家了 你的 平时 信任 称名 能感之机 到了 极了 这个灵命中时 净土的境界 现前了 不然在前 那这个 在前的这个 是唯心境界 唯心境界 是没有 有去来 彼此之相的 这就 说明 去则实不去 唯心境界 说婆会土 极乐净土 都在我 现前一念 心性之类 不外 现前一念 积心积土 积土积心 就这个 妙明真性 没有空间的距离 所以才是 往生的时候 为什么表达 刹那间 一念间 取身比秦 那么短的时间 就基本上就是 当下就去了 叫文臣 硬坏文臣 或者叫 文臣硬坏 第八诗 一理体 马上就到 联台里面 这个文臣硬坏 记得往生 好 请看下面 《故》 故手能言金云 灵命中时 为舌 暖处 一身 善个 巨石 顿线 唇响 即飞 必身天上 若飞心中 兼福兼会 即于尽愿 自然心开 见十方佛 一切尽度 谁愿往生 法治大师云 须知 临终 自尽 作金莲 身 以示 彼国 身 因 亦 此 亦 也 好 这就引用 能言经 和 法治大师的 这个法语 来 证明 这个 这个 彼此 横一的道理 这是我能言经 这段经文 是出自 第七卷 阿难 争者 问 这个 地狱 像这个 善心 比丘 莲花 色 比丘 你一样 琉璃 王 这些 都度到地狱 那地狱是 各自的 是有自己的地方呢 还是有一个 共同的地方呢 来问 这个事情 那这个 这段经文 是 有很多了 对于 生命的现象 那是讲得 非常的 透彻 这个 众生呢 这个 就是 由他的 烦恼 涅力 分为 这个 有内分 有外分 内分 又叫分类 就是由于他的情爱呀 造作的恶业 这个 外分呢 是他的那种 其心可养 这个 想善业 的一种情形 那你 这叫 情和想的关系了 在 使法界里面 你到哪一道里面去 跟你的情和想的 比例关系 有关系 如果你 这个 都是 纯想的 善业 就会超生 如果是 纯情的 这个 贪爱 恶业 就会下罪 你 九情一想 就是在 这个 阿比地狱 这个 如果是你 纯想 无情呢 就会 生到佛国了 他是 谈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 情想的 比例 众生在 灵命中时 为舍 卵出 这卵出 就是指 第八识 第八识 它 表明 生命的 症状 叫命根 就是有 呼吸 有暖气 有 这个 湿 那这个 第八识 是 你生命 是否 存在的 重要要素 第八识 一离开 你的身体 就 没有 暖出了 就 冰冷了 没有 呼吸了 第八识 在生命的 生死当中 生死 投胎的时候 是最先来 死亡的时候 是最后走 那你这个 死亡的时候 一般就是 首先前六十 就比较昏迷了 就失去的功能作用了 就是 所以看到 家庭卷所 也不认得了 什么也 这时候 但是它还有 第七识 第八识 那这个 只要第八识 还在 哪怕它在昏迷状态 这时候 你要注意了 它的文性 还存在 它的 感知系统 还存在 虽然 它不能说话 睁不开眼睛 但这时候 你要 为什么 灵命中时 跟它临终 开示 很重要啊 它听得清楚 它明白 在这个 即将舍 而 这个 第八识 而 谓舍的 这个时候 将舍 谓舍的 这个时候 那这样 这个人 一辈子的 善恶 业 就会 顿然出现 所以 阿纳耶诗 叫 这个 耶诗 你这个 阿纳耶诗 尝着你 善恶业的 种子 这是 第六意识 不产生作用的时候 这些 善恶业的 种子 都 顿然出现 顿然出现 为什么 善业多的人 他就 比较的 这个 死亡的时候 从龙呢 面带 微笑呢 他看到 都是 好的 境界 这个 天宫的 美好的境界 佛国的境界 他 当然就 非常的 一跃 如果 照恶业多 看到的 都是 很不好的境界 刀山剑树 那 到地狱境界 现前 他还点倒 认为 这个 刀山剑树 是美好的 园林 所以巨石 遁现 这时候 纯响即飞 就是他的善业 响的成分 是纯响 他就会 向上飞 他这种人 必定会 升到天上去 如果 飞到心中 平时还能够 修 修行 这叫 兼福 兼会 如果具体到 净土法门 就是修 尽耶三福 这叫 修福 有福德 同时 他有 会 信愿 称名 念阿弥陀佛名号 为最高的智慧 兼福兼会 并且有 他往生 极乐世界的 愿 这个愿 就是会 引导心王的 就是要 会引导 阿弥陀佛的 就像 普贤菩萨 恨愿平 你一个修 普贤十大 愿望的人 临命忠实 一切都舍去 什么 权势 家产 眷属 一切舍去 维持愿望 不相舍利 不相舍利 就引导 这个 神识 去 西方 极乐世界 那 有福贤和 敬愿 自然 心打开 就能 建 十方的 佛国 这叫 随愿 往生 如果不是 专门 修 净土的 他可能 随着 他的 号要 生到 他相应的 佛国 如果就对于 净土法门来说 本身 他平时就是 每天发愿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他这时候 显现的就是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自然 阿弥陀佛会兑现 他十九愿的 那个愿力 勤修我皆皆饮愿 只要你 勤修敬业 我都会 与西方的 菩萨圣众 前来 解饮 他会见 西方三圣 前来 解饮的 情形 那 见这个 情形 也是跟 他的功夫 有关 那 上品上身的 那个 解饮的 场面 非常的 洪荡 那 有 有 阿弥陀佛来 有一千尊 画佛 有观音 世智 一个拿点 画 一个 其实 按关键的是 观音世智 共同拖着 连台来的 那以后 我们可能 给观音 世智又分了 各自分工了一下 观音菩萨拿甘露品 大师之菩萨拿着 世智 金台 安我足 那你一切法 又心想着 你给两位菩萨 分个工 这两位菩萨 也横顺众生 观音 甘露 撒雾 投 世智 金台 投我足 但是 捏赠众的众生 虽然有信愿 但是 造孽很多 所以灵命宗师 他可能 看不到佛 可能就是 见到莲花 所以下品 众生 下品 下神 都见不到佛的 他会见到莲花 那朵莲花 很重要 是他的 这个托子之鼠 所以他的神识 到了莲台里面 就好办了 虽然他见不到佛 佛也就在当下 这就 随佛往生 所以这种事情 确实 它是 很奇特的 世间人 对这个事情 他 不会相信的 甚至听都听不到的 他认为 人 人死了 就不灯灭了吗 哪有什么 他方净土 哪有什么 极乐世界啊 但是 灵命宗师 这些 他不能相信的事情 在很多的 敬业行人当中 他会呈现出 这一幕 就像张康 居士 看到的那样 所以这个 进度圣仙 都很多 往生者 灵命宗时 那是 含笑往生 他常常会说句话 佛来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走了 佛来了 那意味着什么 真有这回事 佛只要一线钱 你的债众的 捏障 都不会构成 往生的障碍 佛的愿力 慈悲之极 光明至圣 我们那些罪孽 我们的见识烦恼 这些在佛的 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面前 是不会有障碍作用的 这就常常表达为 巨叶龙奴 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 就像那个很大的铁炉 这个熊熊大火 高温 然后我们的 灭障就像片雪 一片雪花 这一片雪花 靠近那个高温的火炉 还没等靠近就没了 就消掉了 这就理解 为什么自行称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消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 它就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消灵命忠实 这一念 它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念一定要有重心去念 就是你有身性切怨的心 哪怕你一辈子 都是造作恶业的 但是临终 你的重心念 十生乃至一生 感通到了佛的愿力 十悲 慈悲 威德 你就绝对可以往生了 那有人就怀疑你 这个造恶一辈子的 你比如上瓶 下瓶的三倍往生 都是造恶的众生 为什么这些造恶的众生 他能往生 就是 这龙树菩萨讨论这个问题 你临终的那个念佛的心 尤其是地狱境界现前 你那种要解决地狱的痛苦 要突围的心 这就叫死亡的后心 最后的心的力量是最大的 他的心力之大 能够抵过你一辈子的 泛泛悠悠的造圣和造恶的力量 所以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阿瑟士王子 他临终的时候 以殷众心忏悔 如果他不忏悔 不见佛忏悔 他的恶业是要下地狱的 佛已经玄机他要下地狱了 他造的恶是太重了 这叫杀父求母 但是你看他临终的 这个忏悔的心一来 获得无根性 平时对三宝没有信心的 就在那个临终的关键时刻 对佛产生到无比的信心 信心出来了 那这个三宝的力量一加持 他下地狱的恶业就消掉了 所以在大乘佛法来说 一切的业都是不定的 没有说你造的这个约 决定要怎么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业是你的心造的 心能造业 心也可以转业 业力大 心力更大 所以就看你这一念的心 能不能转 你有阴重的忏悔心 你开始转了 又能够去支持名号 与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相应 那阿弥陀佛的光明 愿力威德一加持 你地狱的业就消掉了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观金的 你看下品众生 下品下身 都是地狱境界现前 那这个即将下地狱的众生 十神乃至一神念阿弥陀佛 就能转地狱的境界 为净土的境界 所谓的地狱猛火变成清凉风 火跟风有关系 这个火就转为风了 凉风了 风吹来朵朵莲花了 哇 莲花上有化佛了 化佛元首 接引众生 往生西方 紧的世界 你想想 第一表明一心具足十法界 是真实不虚的 他的恶业感召了地狱境界 他的信愿念佛 感召了阿弥陀佛的佛法界 那就是十法界最低的一个法界 顿然地可以转到十法界最高的一个法界 你看这有多么超越 超越了九法界 那这些都是要靠怨去感通的 第一是怨的不可思议的感通 第二就是十法界就在众生的现前一念之中 所以大乘佛法讲这个 他只能用大不可思议来表达 所以讲这个转换三种力 第一是这个佛号的 不可思议的力量 第二是阿弥陀佛的 愿力的不可思议的量 第三是这个 众生恶人了 现前一念能持的心 本有的功德力 不可思议 这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合集 就形成了转地域境界 为净土境界的奇妙的转换 所以这是有大乘圆顿佛法 从空间上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 就在一处的 就在一心的 所以极乐净土跟娑婆净土 就在当处 这一点 实际上大乘经典 看这个境界很多 也无论是能言经还是法化经 当佛一加持的时候 整个的多少多少的佛徒 就是一个插土 为什么说大乘经典的时候 有多少人发 恶罗多罗三秒三不星 有横河沙的众生得了什么果 有时想 在骑车掘山一看那么小的地方 怎么那么多人得到利益呢 它原来是很多土 绘在了一土 这样去表述的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你就怎么也想不通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得利益 所以这个空间 包括时间 是心不相应寻法 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 时间和空间是 只是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个工具手段 并无真实性 佛法为师就说 它是心不相应刑法 是假名安利的 所以这个假立的空间 实际上当下 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缘起显现实法界 那一真法界就是 是圆龙不可思议的 众生和佛同等共聚的 那个 妙真如性 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 圆正了 我等众生 因地当中 本具 是这个道理 显现的 这种巨大的转换的力量 下面就引用法治大师 法治大师就是 四名支礼大师 对智者大师观金书的 一个钞 叫庙宗钞 庙宗钞 他所谈的 这个九品网生的情形 九品网生都有 阿弥陀佛 于诸圣众献前 这个垂宗 就临命忠实 至见坐莲花生 这个至见坐莲花生 这样的 坐在那个殿台上的身 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神识 显现的那个身 那怎么又自见呢 因为这个 你那个身 还是缘起法呀 是因缘属生法 所以我们信愿 称名阿弥陀佛 这个仇怨结淫 这样的一个因缘属生法 但因缘属生法 属于心生灭门的这个范畴 当下 这个至就是心 真如门 那个至性 不生不灭的 等同虚空的 它那个功能也开始了 它是淋淋不昧的 前面讲这个 急的功能 急和躁的功能 虚灵不昧 虚灵不昧 它就能够见到自己 做的莲花的 金莲台上的身 这就有点 世间讲 濒临死亡的体验 当你的神识 离开了这个身体 然后就飘 飘到哪去了 然后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 在病床上 而医生正在抢救 诸如此类的 你看这个 这个生命的这种奥妙 所以这个大乘佛法 一定要抵达 心性本源 那个法界不可思议的 原常的本体 从这里你去 去理解 实法界的现象 所以灵命中时 自见做莲花生 这时候你见到的莲花生 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声音 这就是文成印坏 涅槃经讲这个文成印坏 就好像你用一个拉 制作一个印 你要印在那个泥上 你这个 把它一印下去 这个拉制的印 跟这个泥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那个拉的上面的 这个文 就显示它的 这个文诗 文字 那你文字 成就的当下 这个印 印跟你在一起 表明印灭文成 用这个比喻 我们这个世间的念佛行人 在这个世间的捏报生 舍去 这叫 这个 印灭 或者叫印坏 我们的念佛行人 就像这个拉印 跟那个泥合在一起 这个我们的 这个印灭 那那个文成 就表明 极乐世界的 那个五音生 生命体 就生出来了 所以 我们的印灭 就代表死 死亡 彼土阴生 就代表胆生 这个死 死和生 作为一体两面 是不割的 是同时的 是当下的 这就智者大师说 临终 在定 之心 即是 往生 极乐世界 之时 它是 枪极的 不割的 那到了 极乐世界 我们的声音 那就不是 我们的血肉之躯了 不是我们 这凡凡老老的 这样的一个 五音 受想行尸 都在 遮蔽着 我们的 心性本源了 到了极乐世界 那个声音 那是佛的样子了 叫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止魔真金色 金刚拉罗延伸 那这个声音 佛的身体 就不会 遮盖 我们的真性本源 恰好 这个身体 就是法身的显现 叫 卢来身 叫 法性身 以这个身体 那这种转换 就更快了 这个 从色音来说 你一个凡夫 丑陋的身体 变成了佛的 那个 止魔真金色的身体 这种色音的转换 那是 太飘跃了 然后 从精神心理上 受想行识 我们的受想行识 那个 都是妄想 那极乐世界的 这个受想行识 那都是 功德的聚集 它再不会 执着身见 它再不会 会有人我的对待了 它能够 确认到 人法 而空了 那就 完全不一样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音 就决定了 它就是 阿皮八字的菩萨 它就决定了 很快成为 一身 补出菩萨 它就决定了 这种声音 就直接可以 圆成 大乘的佛果 人人 各个 往生者 都能成为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此功德 庄严国境苦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苦苦 各有建文者 其他独一心 尽此以报神 同胜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